大家好,欢迎来收看五脸频道 漫威最新的恶灵骑士 他们把他带到真人版神盾巾特攻第四集里出现 现在的这个版本恶灵骑士和遗亡的不一样 现在我们就来了解漫画版的恶灵骑士 很多年前,一个黑暗异警走在两个世界之中 他经常出没在每一处坏人的梦里 用燃烧着不愁的双眼凝视他们的灵魂 但这次的故事不是关于你所了解的恶灵骑士 这是一个叫罗比雷耶斯的平凡人的故事 而他的生活即将变成备品寻常的第一 罗比是在美国洛杉矶工作的年轻机械师 罗比有一个他非常关心长期的弟弟加布雷耶斯 罗比以身换长期的弟弟生活异常艰难 为了给弟弟有一个更好的环境 罗比瞒着弟弟参加了一场有五万美金奖金的街头赛车 但是他不知道他的车上常有一个恶灵 在比赛中罗比遥遥领先 但当他回头看事后进 看见其他车手纷纷转向其他街道的方向 他才发现警察在上空追踪他 罗比害怕被捕后没人照顾弟弟 内心非常混乱 于是他赶紧逃跑 患乱中他把车开见了十五桶 罗比没办法之下 他只好下跪投降了 那些拿枪的人叫他别动 就在一瞬间 对着罗比机枪乱烧 血流满地 男子经过罗比走向车子打开后备箱 便报告他们的目标已经截获 那个男子亮出了一根火柴热热 车子整个燃烧起来 他们是要燃烧一切的证据 途中有一小部分的火焰飞往罗比的方向 火焰开始慢慢燃烧融化他的脸部 接着燃烧骷髅头出现 藏在车上的恶灵不声离当 使他变成了恶灵骑士 让他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作为一个恶灵骑士 他对他黑暗势力寻找正义 罗比一直很挣扎 他要负起责任看管弟弟的责任 又要和那国想要吞食自己的力量斗争 他身服重任身不由己 他是恶灵骑士 以上是罗比变成恶灵骑士的起源 希望你们喜欢 如果喜欢就帮我分享出去 然后订阅我 感谢你们的收看